宇隆海 宇丹音师 在座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我们这一次的 现代语当 东亚 当代语学四名议团 这个月今天是第二次的讲会 非常的不幸 我们邀请到中央研究院进士所的研究员 金教授 还有我们魏里律师事务所的 李大律师 也是台湾俄虎书院的三长 李洪海 李大律师两位 来给我们谈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当年八百岁的多少年前 我们的朱子跟余楚倩 就是东来两位武者 他们就会合起来 共同编辑了一本很重要的书作 这本书就是《禁思路》 《禁思路》是两位我们的大母 把这个给送的周敬仪、二臣跟张仔 他们这个重要的语录 或者是著作 把它编辑起来 成为一个在南宋朱喜他们那个时代 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儒家 如何做圣人的 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一个重要的教科书 也就是说我们要作为一个儒者 我们一定必须要读《禁思路》 所以《禁思路》在宋朝那个时候 有它的时代的那个意义 我们今天八百多年了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 它的意义一样历久人心 因为在那个时代的人心 跟我们现在今天的人心 其实是同一个形容 所以因为良知本心竟然相同 所以不分调节 所以今天的这个两位的主讲者 他们给我们讲的这个题目 就是朱熙跟吕祖前河边禁思路 这古意跟今天的意义 这个题目 这个可能海报比较小一点 就是古意跟它的新生 所以新生就是说 它的意义的一个新创发 我觉得应该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两位的主讲者 他们时间与他们来分配 他们可能会用交叉的方式来谈 可能一位代表于祖前 一位代表朱熙 那这个两位的时间交叉来 互相的来等于是一种会讲 时间呢 我们时间就大概就是说 使了一个小时为准 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 我们朱鸿野教授 跟我们这个宇龙海宇大律师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宇大律师呢 他与这个俄胡书宴的三长 也有那么多的弟子们 也一起来这个共享盛取 还有那个宋宇时代的书院的讲会的 那种意思 那我们现在以热力的掌声 来欢迎朱教授跟李大律师 院长呂律师在座各位先进 朱熙在那个时候想的 事实上是一个给皇帝的一套想法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要知识分子 来捕捉皇帝来做治国的这个操作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 我们来看朱熙李祖谦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编的这个近视路 或许会比较在背景上比较清楚 因为我是在台大法学院 这个正年所毕业的博士 那李大律师是法年所毕业的博士 那因为我姓朱他姓李 所以一方面我们当年就认识 二方面因为这个性的关系 所以一个做朱系 一个做民主权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的合作 其实已经有若干年 因为从博士班的时候就相互认识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面对学术界来做报告 所以非常的高兴 也觉得很迟疑 因为这题目太大又太难 但是我们接下这样子的一个重担 但希望做出第一步 那朱里两个人在成民的过程里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很年轻又重拯 非常有才气 不过朱西年纪比较长 所以当时在边境视路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虽然年纪比较长 但是李主谦好像有一些相当的坚持 所以我们因为近视路已经编在一起了 我们实在分不清楚朱里哪一些是他个人的 但是李律师因为对近视路最近这几年看了的时候 他有写了一部书 这书有没有带来 没有带来 他有一部书 不过他的书的内容里面有一部分 他很客气 他没有写出他的书 其实应该做做广告 李主谦的《如雪华理的事物》这本 对 这是他最近的一本大作 这里面他就很详细地看了近视路的资料 那我们晓得就是他们两个虽然河边 但是在这个河边的前后 刚好就是有名的俄湖大辩论 所以在之前他们编了近视路 俄湖大辩论之后朱西好像又留了几天 恐怕又有进一步的讨论 所以做了整合成的近视路 这近视路的内容 李大律师已经有备额来准备了资料 所以我跟他讲就是说 你准备的这么好 材料这么足 所以我拖个来 请你先开始 对 近视路做哪些方面的介绍 就本体论吗 宇宙论吗 还是知识论 他都好 好 我们来欣赏李大律师的presentation 谢谢 谢谢朱教授 我认识朱教授是从老实讲不是从国学开始 从西学 朱教授有翻译一本 是翻译还是著作? 有关卡尔波帕 卡尔波帕是科学哲学的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 就是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那本书在共产主义非常兴盛的时候 那么就分析从柏拉图到黑格尔 到马克思就创造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的那个马克思 然后去分析他们 他们的污谬到底是在哪里 他们他认为这些花花柏拉图 黑格尔 马克思 他们的议员论就认为 他们所创造所看到的意思就是真理 然后会让一个社会 渐渐走向不开放 没有一个叫做批判的可能性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个时候共产主义非常旺盛 那么我认为像卡尔波帕这样有 智慧的人就那个连带 那么就用这种非常深刻的思想的 这样一个检讨 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这种角度去分析 我当时非常钦佩看着朱孝兽的作作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在台湾大学练四年级 那四年级我们有一个法理学的教授 今天我们有一个司法院的长官最高参事 大概林宏明同学 他是我同届的 我想我们提醒我们法理学的教授杨热兰都非常深 那今天这个实验关系我就不是深论 我研究这个是有约缘的 我们当时是从西学开始 因为大家都知道从清末民初 我们中国或者中华民初台湾衰落了 大概应该有150年以上 所以到了后来 这个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 到了好像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 中国有很多落伍的地方 从这样一个年代开始 所以我那个时候 所以西方的这些哲学 这样是练法律的也非常深刻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朱教授这样一个解验 没想到时间过得非常快 到了2010年 我们又回归到中学来 那我在这里想要特别强调一下 我大概是从2009年来 又开始从法归儒回到这些传络哲学 所以我的功力只有五年 各位在座的像我们潘教授 还有许多不见得认识的 各位的功力一定比我们深厚很多 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出一个观念 学问有供给跟需求的问题 那各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供给 那需求呢 譬如说我们练法律的人 各位算一算 那么法律人当政已经17年了 对不对 好像还有可能还有一个第八年的 还有一个八年好像很大的概率 又要有法律人当政 那我们当思考 为什么法律人会在这 我们姑且称他叫20年好了 为什么他们也会当政 我个人的体会是认为 因为我们走到民主法治的这个时刻 法律人天天从大学的时候在训练 就是在训练这个 所以他们很容易有这样的训练的语言 但是各位我自己非常深刻 我的学经历跟几个总统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他们学到什么东西我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是觉得说我们反过头要去检讨 那么练法律到底还有什么缺失 那我踏入这个传统的这个国学 比较多的是2009年 我参加了一次诸子之路 那么走那个武夷山到俄乌书院 我看了就非常感动 因为当时我们法律区的总统 我记得我代表我一个客户 从公年2000年跟现任的总统就打官司了 这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我们真的做到了可以依法跟总统打官司 我们还打赢 我们原来是被告 后来变成原告了 总统后来变成被告了 这些政治的立场大家就不谈 我要讲的就是说 也不错 我们今天也可以用法律跟总统打官司 前不久我们现任总统跟法律打官司来打赢了 所以法律真的到了很强的地步了 反过头来要来吸收到底法律有什么不足 我们社会好像对法律的期待又更深刻 除了这种政策上跟这种什么官司以外 然后正好公年2000年 我们台湾告成法律有三个 我觉得当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觉得知识非常好的法官 当时的学长 好像受惠 连续有三个法官 因为受惠被抓起来了 我就觉得这个法律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就也没有什么目的 就是跟人家走一个诸子之路 一走没有什么抱着什么太大的期望 没有不过越走就越敢有很大的兴趣 很快就会结束 你还没有开始 那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这个都可以结合起来 我走了儿户之路我就发现 成都我们派院长的恩师应该是伯中山 他在1975年创立儿户月刊 我这个宗旨我就发现非常深 你看1175年跟1975年创立儿户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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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800年创立儿户月刊 隔800年创立儿户月刊 就是那个杨祖汉 是是是是 我到了儿户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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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两个这么大的哲学 两个这么大的哲学 陆九渊跟朱熙 可以在那边辩论 当然我们姓吕的李祖先有参一讲 我觉得这么伟大的思想家都可以坐下谈 同样练法律的不管是马英九、蔡英文、谢长廷 还是蔡英文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呢 好我先讲到这里 这个就是儿乌的精神 那再来我们等一下会谈禁思路等等 你就继续谈啊 那禁思路简单的讲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叫禁思路 后来读读读 我把里面也去引出来 何谓禁思啊 如何是禁思以泪而推啊 如何是禁思以泪而推 所以我今天把它编到前面来 我看了这个也很感动啊 我在台大法律系的恩师王哲健博士 可以说是当今海峡两岸 法学功力知名度人望最深的 他们从德国学过来的法学 原来说民法法律 法律最难的不是说哪一条你记不记得 反正是没有法律的时候你怎么办 那我们恩师王哲健要类推适用 原来类推是用我们禁思路 1.175年的时候就已经提了 整个法学的方法 法学科学的法学的方法 法学在德文叫做 Wisen Shaft科学 Rex Wisen Shaft法律科学 法律不是一种名师 他怎么样作为一个科学 有一定的方法论证 到了最后没有法律了 有漏洞怎么去补漏洞 要用类推适用 那这个类推就是如何是禁思 以类而推 所以禁思路的经理就跟法律是一样 所以我先把这个禁思这个名字 我开宗名义从禁思路里面找到 当然一般的学者会认为说 这是纸张篇 文理纸张篇 博学而赌制 切问而禁思 这些也都是有 那讲到禁思路 我非常恶要的再提一下 禁思路里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认为也是一个 当时吕祖先跟朱熙 文献所记载的就是说 吕祖先对第一卷 道体他有一个坚持 他认为这个虽然好像比较难 初学者不一定能够了解 但是他很坚持说把这个编入去 我认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个道体编在第一卷 我认为是有它的道理 因为经过900年以后 我们现在有太空的科学 宇宙科学 那我认为禁思路的道体里面 有一些论法 跟很符合现在的这个 宇宙的这个科学 譬如说 在浩岸的宇宙里面 到底有几个星球 有像我们人这样的动物生物出来 我们不要讲太原 在太阳系好像目前只有地球 我觉得人能够在地球里面 生出来也不简单 那周都尼的太极图说 就点出了这个问题 那里面他有提什么无极和太极 这个更深的我们就不去谈了 他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人得其秀而最灵 人得其秀而最灵 那确实人也是得其秀而最灵 但是不要假见你是灵 就是欺负其他的动物 欺负比你笨的人 或者欺负这个环境 造成环境的迫害 所以人要做得起最秀的人 要真正的最秀最灵 也不要产生一些缺点 那这些都可以来做我们的依据 那建筑录里面他所引了一些 像张宰的话我也非常佩服 那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们孔子跟老子 这两个最大的影响动物最深远的 老子里面有讲天地不能 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能以百姓为除狗 老子看了很多 这个各国互相攻发等等 那可能他觉得反而造成了人民的苦难 所以他劝大家要无为 不要做出不仁的事 那孔子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要仁 伦理里面讲最多的就是仁 那孔子好像比较少讲一些宇宙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张宰非常清楚 也许张宰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说为天地立心 也许他体认到天地没有仁跟不仁 但是作为人要体验天地反而长出来 所以要为天地立心要主张人 所以张宰有很多关于人的话 人的言语 那今天这个人我认为我们法学 一切都应该以人作为宗子 那第一段我就先讲到这里 接着我们请 所以就主席李祖谦的进诗录 我想各位应该都很熟悉 这书主要的架构 可以分作五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就是刚才李医师提到的 就是道理 而这个部分是李祖谦有特别提到 他强调这个部分 所以朱熹也同意之后就摆在最前面 这个就我们现在的科学哲学来讲 方法学来讲 也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他们要建议 而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当年 因为我们要讲是古意跟新生 当年的古意是要继承北宋世纸 加以整合 而且后来也开启了理学的一个 可以说是大观 问题也出在这 这理学本身它是整合了前面的一些说法 而这说法里面有一些是悬思不科学的部分 那这悬思不科学的部分 因为后来变成 因为它变成了帝王之学 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向大家报告就是 朱熹思考是帝王学 那作为帝王学 而且被后面元朝开始的各朝代所重视 而且列为教科书必考的科 而且旧考这些科 问题就慢慢变大 所以或许各位也接触过 就文天祥重壮严的那一份册问 达册问的那个文章 如果你拿来读的话 你会发现 哎呀这20岁的文天祥太厉害了 写的我真的我做不到 这小男生做得到 实在是真好 可是如果详细一想 会发现很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这个无思乱想随便乱讲 这个都是想象的假的嘛 这个想象的假的在南宋的时候就出来了 到明跟清的时候更清楚 换句话说 不符合科学的原理 不符合今天我们科学的发现的一些原理原则 这个部分就是理学在后来演变 就是说从无极的部分开始 所演变出来一些选想 这个部分影响非常的大 这个部分我们觉得今天要重建 重建或许要把它去除 我们要从太极开始 因为太极基本上以阴阳为准 这个部分在天地在自然之间 在男女之间在社会上都刚好可以有这种互补的现象 所以它的科学性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道体的部分 有要去除的 有要保留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到了刚才余律师的这三个 禁师的定义里面讲的蛮好的 就是当年就找到我们再重看一下第一页 第一个就是禁师怎么禁师 就是以类而推 类就是分类 整合知识 推的话就是进一步的再加以 当然大家都想就推理 那接下来就是博学跟赌制 那博学的部分就是 我们从禁师路的架构里看到 就是它接下来就维学跟自知